大人的意思是 用回原套人马 若有不轨 立刻斩首 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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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官民关系极为紧张 民乱一触即发 这大为了朝廷求吻之宗旨 我们三个是日夜望着钦差大人 若大汉只望云泥钦差一到 我们三个立刻就好像吃了定心丸 卑职具体负责制造局的经营 一定鼓足干劲 给朝廷多生产枪子 也让铁大人能真正有用武之地 卑职只想代表广东商民 提一个请求 请钦差大人亲自建一下那个 被关了好多天的制造局总办 如此一来民愤顿效前仙兵士 广东商民哪个不打心眼里拥护朝廷新政 哪个富商不会成为钦差大人的拥躲 接下来广东的所有事情就都好办了 钦差在摄政王那里也就更有面子 有道理 你 傅大人 本官要提醒您一句 若那总办又被证实确实革命党 本官要杀他 那大人的颜面何在 第二 这批富商拥躬可比猴还紧 他们正等着官府为之早去掏钱哪 不知大人是否带了这一大票银子呢 本官又不是唱戏的见什么拥躬哪 不见 还有 有关制造局摊没一事 有商神股东控诉 有贪官贪污制造局内部款项 不是一成两成 而是五成六成 本官已写了材料 请大人查看 严加查处 铁大人 把话说清楚 谁是贪官哪 谁谈没了制造局的款项啊 李玉堂临死前说的话 你没有听到吗 制造局一百多万两银子 用到哪儿去 你别打量我假装不知道 还有 别以为李玉堂的账目只留下了一本 忙 铁大人就是 不过这事啊 得一项项来办 我这次来呢 朝廷就是让我来调解纠纷 我就调解纠纷 有关探墨的事情 我回去一定禀报给督察院 铁大人 铁大人您这是 这是摄政王在铁某离开京城时亲手所赐 现在请警察大人带回去还给摄政王 就说铁某说了 往东上下抽心一烂 贪官革命党沆陷一气 摄政王要么即刻免了铁某的职 要么给铁某更大的权限 一手大贪官 一手大革命党死在广州 为大清做祭品 二少爷回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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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孝孙褐光 叩见祖牧大人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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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主不让奶奶担忧了 我 我 这不主我对了 你回来就好了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啊 我孙子是冤枉的 我儿子也是冤枉的 现在我孙子回来了 回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老太太 您要多保重身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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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太 您要多保重身体 谢谢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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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火攻心又压了许多日子 这才发出病来 不过 照理说是 老太太脾胃虑寒又怕伤了人情 那怎么办 我回去给您开一些安宫牛黄丸 每日服用三次几个 好 谢谢大夫 我马上给您开房子 二少爷 曾八爷来了 您过去陪一下吧 可是这边 老丁 那我去吧 大少爷 是该过去 可二少爷 您更该过去啊 好多事情 都承蒙曾八爷帮忙呢 重工 这人我跟念慈姐呢 你放心去吧 真今不怕红炉火啊 李公子敢跟铁山叫板 那是真英豪 真孝子 我曾奎荣打心眼里佩服 佩服啊 李公子一句话 国法上的还有天理 镇中了铁山 叫来了钦差 是都服了 我们都服了 佩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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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位叔伯过奖了 没有众位叔伯 我一力帮臣 不但家父不能血月 却连小侄也早就被剐了 李公子 这制造局 接下来还办不办 怎么办 跟官府的关系怎么处 我听你的 对 我们听你的 听你的 曾八爷 各位叔伯 请容小侄跟府台大人 还有家里人商量 再跟众位叔伯讨主意 小侄 定当不负众王 李统带 你虽是官府的人 可你首先是李家的人哪 你不能遇事走往后度 官府的事情你了解 你说说你的意思 曾八爷 至少觉得是我听崇光兄弟的 好 兄弟齐心齐力断金哪 那我们就静候佳音了 对 你们先办后事有什么需求 尽管说一声 我们先告辞了 有什么事都先管说 敬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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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文日人 大哥 你这是干什么 大哥 快 这 你 你这是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阿四 过去的事情我都知道 我叔父早把情况都告诉我了 二人 你本来可以走了 又返回来 这是因为 对我叔父的异己 和对我奶奶的关心 二人貌似保全了我们李家 重强 非常感激 你是我们李家的大恩人 李家上上下下 忘不了你 我李重甲更不会忘了你 我叔父怎么对你 我李重甲也会怎么对你 关键是下一步 你自己有什么打算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我发誓要救你出来 我奶奶也给了很多钱 让我上下打点关系 奶奶 奶奶知道吗 我奶奶 并不知道你是假的 我也不敢告诉她 不过此次你能脱险 师叔侥幸 如果你当时就走了 你不会有危险 我束缚她 也许 也许 就不会死了 都怪我 不 我却没有指责你的意思 阿四 我理解你 你是个大好人 我绝不能再让你冒任何风险 为了我们李家 你付出的事才太多 大哥 冲甲兄 我 我会尽快离开 不 你放心吧 如果你想留下来 我也会全力帮你隐瞒 帮着你 就像我叔父做的那样 铁神如果还想对你下手 我就是跟他拼了 也要保你平安 如果你想走的话 我也一定请李家之力 保你平安离开 绝不能再让你有一点祸事 冲甲哥 你是好人 谢谢 欧巡府大人到 谢礼 谢礼 好大的胆子 差点叫你害得我脑袋搬家 爹 都是我的错 有出这些祸 我骗了你 你怎么骗了我呢 是我救了秦少白 我给他下了西洋猛汗药 没了 没了 还有什么 你说还有什么 没了 真的没了 真的没了 我再没有别的骗您的事了 那就好 坐吧 我跟你说正事 秦差傅大人 眼下还没走 我瞧他那气质 跟你肯定投缘 赶紧找个机会 我带你跟他见上一面 爹 见秦差干什么 怕了 我有什么好怕的 就是 还有什么事你小子不敢干的 富大人 富大人是正经黄亲 非且山所能比 明年朝廷要开国会 成立责任内阁 富大人入阁的呼声很高 你只要跟他混好了 不但彻底赦免了杀身之祸 还能跳出广东异渝 跳到全国的大舞台上 我跳得越高 摔得越惨 这是原警 往进了说 朝廷下旨放你 就是说你不是革命党 既然你不是革命党 朝廷就应该补发 对制造局的欠款 只要补发了制造局的欠款 咱们爷俩就可以跟广东 商神联手 好好的大干一场 把铁山弃死 这事情还得富大人回去运作 必须跟他拉刮好关系 爹 还要跟铁山斗 我也不想斗 就他没完没了 这回算是打了个平手 你看他那副委屈样 就好像他死了亲爹一样 好 人家大人 这次都是我的错 害死我爹 拖累了您 承岳家下本钱 费力气 费心思 救了我 我感恩不尽 我想 我再也不能参与这件事了 总办 我也干不动了 我实在没有本身 没有胆虐 枉费了岳将大人栽培之心 特别对不住 崇光啊 我教你两句话 你好好琢磨 崇光听着 头一句 假作真实 真亦假 无为有处 有还无 这是人生的大道理 你记住了 你记住了 什么感受啊 干到底 死了算 快 好 有这个想法 你就不会死 就能绝处逢生 步步莲花 可半截料挑子 忍忍得而诛之 是 广州将军 铁大人到 你来干什么 调研李老板 不需要 伤万连 老弟 在 等等 崇光 让他进来 就是 广州人 非常非常高 客人 孝子还礼 是 奶奶 李老板 他们都当是我逼死了你 可你心里明白 你不是被我逼死的 也是被革命党和贪官两相夹击 逼得没了活路吧 制造局若能有一线升级 你是不会难命和洛乡 如果你的儿子提神 你不要在这儿装强做事 心心做态 到底想干什么 你冲我一个人来 不要惊着我奶奶 李公子 李公子 你还真是个大小子啊 海夫人 您身体不太好 早点休息吧 可否 借一步和令孙单独了上几局 铁大人您请便 我知道你是假的 混合窐 三 阿 四 啥 那又怎样 假作真实 真一假 你 进步不少 你到底来干什么呢 我刚才如果再继续说下去 揭破你的身份 当场就能祈祷老太太 可我不是那样的人 但我要告诉你 你如果要做李重光 是件非常荒唐的事 荒不荒唐 不是你说了算 荒唐就是荒唐 不用嘴硬 你和李玉堂之间的父子情分 我刚才已经说了 李玉堂不是我逼死的 把他之间没有仇 我要维护的是大清王朝 我要斗贪官 我要斗革命党 李玉堂就是因为 既占了贪官 又占了革命党 所以才会死 你阿四 跟贪官和革命党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只要 乖乖地做回你的车夫 我们两相无事 可你如果不是抬决 非要跟着贪官与革命党 与我作对 那我就真的不客气了 老爷 那就不客气了 你都不客气了 我也不客气了 你不要客气了 你愿意不客气了 你就是这样 你自己愿意不客气了 你这么客气了 你又是许正名的 你这么客气了 你你这么客气了 好客气了 你怎么客气了 老爷 我去客气了 我的这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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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家叔父刚刚过世 家祖母重病在床 崇甲实在是不能在这种情况下 再这么做 崇甲兄 其实你的心情 我们理解 可是你也知道 这两天欧老儿正在巴结朝廷来的钦差 想让朝廷给制造局出现银 如果朝廷出了这笔银子 那欧老儿就会得到那些伤人们的信任 他们可不管的李重光是真还是假 假的也能是真的 到那个时候 再想赶走这阿四 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吧 朝廷的事情我够不着 好 我只知道 家叔父刚刚去世 我不能不顾我奶奶的命啊 我有个办法 我要赎买重商人的股份 把制造局改成官办 欧赵新跟朝廷商量 跟商人对半出钱 我也可以上走朝廷 请不信 你施加的两成收购商人们的股份 两成 大人 那商人们能答应吗 商人的特点抓在手里的才是真的 现在风声未定 所以商人们的心神也未定 只要李家肯卖股份 其他的商家不足为虑 你既然不愿意赶走阿四 就让他卖股份 只要按我的方略完成了数卖 制造局在我的手上 我一样生意为总办 好主意啊 冲家兄 这样一来 虽然说你们李家固然受到一点损失 可是你一个人却兼任了制造局的总办 和军统带一支 这将来可是一等一的军界大鳄呀 崇家心中只有国河家 并没有个人私利 大人 崇家会按照您的方略尽力而为 去吧 去吧 你以为他真的是担心他奶奶的病情吗 大人的意思是 他还想脚踩两支船 不放弃欧老儿那边吗 这小子太话透了 咱们得提防他 良成 是 秋菊 你看着奶奶 要是喊我们一声 来 是很吃亏 可这毕竟是李家退捕抽身的好机会 这样做李家损失太大 而且 别的伤身也不能干 我们也对不住曾八爷 他们 谁说不是呢 李生机械厂 折一百二十万两 还有献银二十万两 这每一两 都是我们李家的血汗钱 最后连个零头都换不到 铁山这个 吃人不吐骨头的王八蛋 冲甲大哥 这不能答应 不答应 那你说怎么办 眼前这制造局 就是个烂摊子 想要继续做下去 就得再掏钱 这钱还是小事 最关键的是 我们还得继续做铁山和欧巡府 斗争的牺牲品 二叔已经死了 不能再让你牺牲啊 我倒是小事 紧跟欧巡府也是个办法 可是我还是有疑问 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能花了一百二十万两 这是怎么花的 说白了 那就是欧巡府和总督给瘫了 有李家什么好处 二叔也是被逼无奈 可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折头啊 那就不能 我 你想跟铁山讲价 还是想跟着欧巡府 做他的亲女婿 冲家兄 李家是你的 我做不了主 我只是替你 替李家冤的我 阿瑟兄弟 谢了 他 这件事情在没有完成之前 千万别让我奶奶知道 他老人家不能平白无辜地 为这个事情添堵 alone 看到小女儿巡府 就可以了 她看看可爱 自己绝 Alicia 奶奶怎么样 睡下了 刚喝了药 好些了 你也回房去吧 好几天没睡完整觉了 我爹今天来说 绝对不能让你走 他说铁山药以两成的价格 收购制造局的股份 他让你顶住 一直顶到 他向朝廷要下银子来 你觉得我们 真能做人家李家的主 我没这个意思 我只是转达我爹的话 你可以不听他的 我知道铁山来是威胁你走的 你何必当铁山和我爹相斗的牺牲品呢 我走 你也走 我走 你也走 你也留 是吧 如果我留下是为了死去的李老爷 你留下是为什么 一个人 是为了死去的人 一个人 是为了失踪的人 我真的知道 真的知道 你有秦少白的消息吗 我走了就剩你一个人了 你回去找他吗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成熟了 穩重了 没主意了 也许也是好事 阿四哥 你要是留在李家 舒云姐会不会帮你啊 应该会吧 那就是了 舒云姐都可以和您一起帮李家 我又是李老爷治好的小瞎子 为什么不能够 跟你一起回去帮助李家呢 就算是帮不了李家 我也不会拖你们后腿的 可是我心里真没底 铁山是个狠角色 他现在恨不得扒了我的皮 李重家 我总看不清楚 心里也挺怕他的 我自己几斤几两 我自己几斤几两 以前不知道 我现在明白了 我其实这是个小角色 干不了大事 那天 李老爷 李老爷 送我去码头跟你会合 我 在去的路上 我问他有没有什么要嘱咐你的 他就跟我说了一番话 现在 我就只记得大意了 他说 一个人要想过普通的生活 就会遇到普通的挫折 想要过最好的生活 就会给你最强的伤害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你想要最好 就会给你最痛 闯得过去 你就是赢家 闯不过去 就乖乖的做个普通人 所谓成功 所谓大角色 不是看你有多聪明 多能干 也不是让你出卖自己 而是看我们 能不能够笑着 渡过难关 要把我想个人事 干嘛 答应我 如果 答应你 我们 就是普通人 就是想过普通的生活 可是 能不能做好普通人 道理啊 其实也都是一样的 也要看 我们能不能够 笑着渡过难关 来 我来 来 我来 小和 你去把欧勋府送给我的那个电手炉 拿给二奶奶 叫他怎么使 可是老太太 您都还没识过呢 去吧 把门关上 是 一会儿再吃 是不是有什么难事 奶奶 也没什么 就是制造局 铁山想让我们家 把股份卖给官家 我岳父想我们家撑着别卖 那 我 冲家主张卖 你呢 卖有卖的好处 可铁山给的价格实在太低 只有 两成 我想听听奶奶的意思 我 不该把难题推给奶奶 我 我看这样吧 你爹的后事也办完了 你回英国去 完成学业 这礼的事啊 你就别管了 交给崇家 那 咱们李家 就认了这么大的亏了 咱们李家 吃亏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你岳父啊 什么事情都往好处想 可是最后石头砸起来 先砸咱们 你一天不走 铁山就一天不放过你 走吧 咱们 书云跟你一起去 制造局 损失再大是小 我孙子的安全 是大 奶奶 我没有不安全 别担心我 可制造局 是我们李家最大的财产 是爹 全部的心血啊 什么财产啊 能比人更宝贵 你怎么糊涂了 我想告诉你 可是我 别说了 你说你 你真是个傻孩子 你们真是个傻孩子 以后 奶奶就好 奶奶 奶奶 阿姨